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赏西宇凤行电视剧,情节发展与视角探讨 宇凤行是湖南卫视播出的古装神话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讲述了沈黎和行云跨越灵界与上古神界的深情传奇 该剧成功塑造了丰富立体的角色,展现了多维度的情感,同时也通过神话故事探讨了人性、命运和家国情怀 虽然存在一些小瑕疵,但整体实力不俗,值得一看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2024年3月18日,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迎来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古装神话剧,《雨凤行》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灵界与上古神界的深情传奇 赵丽颖饰饮演的女王爷沈黎,英勇果敢,令人眼前一亮 林更新诠释的行云,内敛深沉,与沈黎的情感纠葛引人入胜 雨凤行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其丰富而立体的角色塑造 沈黎不仅是战场上的金国英雄,更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和使命感的战士 她的形象赋予了女性角色在战争中的全新内涵 而行云,则以她沉稳内敛的性格,与沈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深刻而多为 他们的爱情,既有甜蜜的互动,也有深刻的内心独白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后,变得愈发坚定 这种坚定,不仅是对彼此的爱意,更是对加国情怀的坚守 此外,雨凤行在情感层面的表现也堪称出色 除了主线情感的深入挖掘 剧集还通过展现沈黎与身边人的互动和关系 呈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矛盾和纠葛 这种多维度的情感展现,使得剧集在情感层面上更加丰富和立体 当然,作为一部作品,雨凤行在口碑上也并非完美无瑕 有观众指出剧情在某些方面略显平淡和老套 特效和配音也存在一些不足 然而,这些瑕疵并未掩盖助其光芒 在角色塑造、情感表达以及家国情怀的呈现上 雨凤行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爱情故事的剧集 更是一部通过神话故事来探讨人性、命运和家国情怀的作品 在这个层面上,雨凤行无疑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佳作 在电视剧雨凤行中,观众们沉浸在一场奇幻仙霞的冒险之旅中 情节的发展和不同角色的视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剧情的发展 以及每个角色在故事中的作用和心路历程 首先,剧情的发展在雨凤行中呈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节奏 从开篇的引人入胜,到情节的逐步展开 再到高潮迭起的冲突与解决 剧中的情节设计充满了张力宇悬念 让观众平息一呆,为主角的命运担忧与期待 其次,不同角色的视角为故事增添了多样性与深度 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可能是故事的核心 但其他配角们也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它们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更加丰富的层面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动机和情感 这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 在观看雨凤行时,不仅仅是享受精彩的剧情和动人的表演 更要深入思考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价值观 通过对剧情的分析和角色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人生的启示 理解友情、爱情、责任等主题的深刻内涵 为自己的成长与人生之路提供借鉴和思考 因此,赏西与凤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碰撞 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个奇幻世界中 王一博主演《追风者》,细节打磨成就火爆口碑 《追风者》是不以金融为背景的民国年代剧 导演姚晓峰对细节的打磨和对镜头的把控使该剧质感出众 剧中主角魏若来的刻画生动准确 画面色调真实细腻,吸引了大量观众 该剧迅速火爆热播,展现了好作品需要精心打磨的细节和质感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在如今众多影视作品中,以金融为背景的民国年代剧《追风者》脱颖而出 首播日就以质感出圈 这其中,导演姚晓峰对细节的打磨和对镜头的娴熟把控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追风者》第一集中,有一段不到两分钟的戏份,描述了主角魏若来魏去央行面试做准备的过程 在镜头中,先是在观众耳边响起低回婉转的平弹 随着音乐,镜头视线焦点则一直跟随着主角 只见他神未醒,身掀起,对着镜子压好衣头乱发,抓上脸盆奔下楼洗漱 小心翼翼躲着昨天因炒谷得罪的房东周仪 冲回到房间穿上袜子却发现破洞 随手往里衣塞,弯腰拿出旧皮鞋擦亮,套上起毛球的灰围巾 打开门后发现周仪正站在门外 就是这短短的不到两分钟的戏,导演姚晓峰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拍了二十多个镜头,为的就是在电视剧开篇之初 快速地勾勒出主角的人设,为小人物在时代风云中的成长主线定条 正是这样准确、丰富、质感的剧情细节 助力追风者成为爱奇艺今年首播热度最高 破八千最快的电视剧,上线四天破放量破亿 在央视八套播出的收视率也节节攀升 数据显示,追风者开播次日就成为黄金时段收视率第一 随后实现峰值破二 而在追风者中,除了对主角的刻画生动准确外 剧中画面色调也是真实细腻 这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七宝街的烟火器与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置景对比 交易所风云与向尖激烈枪战交叉的巧妙剪辑 演绎道路上的里程碑 这部剧之所以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其中关键之处在于细节的打磨 细节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它决定了观众对作品的感知和体验 在追风者中,王一博所扮演的角色 经过细致雕琢,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演员的心血和努力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的艺术家 他对角色的理解深入到了每一个细节 他的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演技展示 更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诠释 观众在欣赏追风者时 可以感受到王一博对角色的投入和用心 这也是他赢得观众青睐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细节的打磨 王一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鲜活、立体的角色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表演不仅让人信服 更让人感同身受 观众在剧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用心经营每一个角色的艺术家 因此,可以说 追风者之所以能够取得火爆口碑 王一博的细节打磨功不可没 他的精湛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让这部剧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 也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 更加期待他未来更加精彩的表演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